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自己好好想想看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包括美国联准会 这次可能会延后降级 因为美国通膨的关系 包括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 还有台积电的一个法术会不如预期 同时下修的一个半导体 今年的一个展望 那么甚至再到的一个上礼拜五的一个灰达 以及美超围的一个重挫 引发今天相关的一个AI股 全面的一个重挫的一个大跌下来 那么在这个地方 单兵该如何应对跟掌握 我想这一点很重要 很重要 做到做不到 真正是差很多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 像今天许多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AI股 跟次产业族群的一个这样 全面的重挫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像富士达的一个左成长 富士达今天杀跌停 七红双红今天也都是重挫杀跌停 七红双红我之前我就跟他提醒过了 我说这些股票都已经涨太多了 我们已经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了 这种股票你不要追 要买也等待什么 拉回修证再说 然后包括的一个雷迪克 哇上礼拜很强 可能有的老师会带你去追降 但是为什么我不会买 我相信你今天也看到了 那么还有包括的一个人 包括的一个设备股的一个万论 因为美超围的一个重挫 引发的一个包括的一个利台 这些的一个重挫的大跌 甚至今天那个窗户 AI导轨窗户 今天的一个下沙的跌停 今天下沙的一个跌停 到底是机会还是危机 是买点还是卖点 很重要很重要 那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清楚 包括的一个广大跟伟创 广大伟创你可以看到 当时候的一个广大299块 是不是卖得很漂亮 卖掉之后你看这一波 哇这样的一个沙沙下来 来到一个230 包括伟创也是一样 卖在的一个133 你看最近的一个下沙 那么这些的一个下沙 那已经是连续的一个让 短短的几天 有的低调的两成 有的低调将近三成 那么随时一个股价的一个拉回 到底在这个地方 你该怎么着做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这个股票的投资朋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要怎么样 要跟着人赢与赢去做砍杀的一个动作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重点 刀掛的一个重点跟电线电量类估 今天从全面重挫压回 哇你看今天重点电线电量 哇几乎全面的一个跌停板 这些这个股票今天杀铁亭到底是结束了吗 那如果这一波的一个拉回到底什么地方 又会是一个好机会 我想这些都要你都要一群二组 那首先我们要恭喜 我们全国所有会员 你可以看到你今天跟着大师兄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我敢说市场上 有哪一个老师的一个操作能够像大师兄这么犀利 倒有讯息为证 你可以看到像1608的滑龙 滑龙你看包括这个上礼拜不是很多人跟你讲电线电缆 那跟你讲这些的人 今天早盘开高如果说你不懂的见好就收 你看今天马上就砰就一根的一个下沙滴 你不要那么做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我们做什么动作 来这是今天的讯息 我们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不是高档获利出一半之后 上礼拜五我顺势什么 在低阶买回来 那么低阶买回来 那但是今天早盘开高要怎么做 9点05分 你可以看到9点05分 9点05分我们就建议我们的会员 我们说今天开高上场可以建议可顺势获利出一趟 只留30块以下低成本的破淡淡续报就可以了 你看今天9点05分 你是不是可以卖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好价钱 操作有一句买卖有策略 想不赚都很难 这是我们带我们会员朋友 实战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迹象 你可以看到啊 这些如果说你没有三两三 没有十足的一个经验 很多人可能今天哇看到早盘开高 重点很强就带你去抢进 抢进的结果 结果今天噗通点点板里面做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的一个操作 从29块半4月1号开始带会员品就锁定 第一波到38块5毛5 开心获利出一半 拉回35块再买回来 买回来第二波到47块4毛5 然后上礼拜不是出现剧烈震荡 剧烈震荡我上礼拜剧烈震荡 等到的一个的一个股价下沙 来到41块半的一个之下 我再怎么样 我在低价买回来今天早盘开高 我算是获利换口袋 只留29块半低成本的一个支股虚报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 大兄的一个操作 我相信你都看得到 早盘你今天你跟着我的一个脚步 开心获利换口袋 你看我这档股票 我把这档股票我送给大家 光是这样三趟价差 今天我们就价差差不多5% 6% 不到10% 那小case这个我们不算 光是这两趟的一个价差 合计就达到多少 21块半 21块半 累计价差超过65% 其实这些都是小case 这些都是小case 因为跟着大兄你会发现 我们带着会员朋友 大赚一倍两倍的一个股票 几乎比比皆是 你可以看到这段的一个时间 你说股市好不好操作 真的不好操作 因为最近的一个利空不断 指数的一个下沙拉回 但是你如果做错动作的话 我知道很多人心在谈计 但是你跟着大兄你可以看到光是你买个十张的一个花龙 你看十张就让你可以开心赚进21.5万 一百张让你可以开心赚进215万 甚至我的一个高端会员 你随便买个200张 你看就多少 200张就400多万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带会员朋友家族的操作 那今天早晨开心 后来换口袋之后 然后下沙点点很棒 为什么 它结束了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 涨多难免都会怎么样 都会拉回进行整理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整个这个长期的一个产业的结构 持续向上没有问题 有拉回才有低阶上这个机会 这就是大一兄要告诉大家的一个重点 并不是说看到今天那个股价的一个下沙的一个 这个拉回下沙的低阶 哇 你就以为 哇 天好像又要天塌下来一样 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的一个 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有的打电话进来 哇 很着急 哇 他手上的一个股票 不晓得怎么办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 还是你手上的一个股票 那么到底 未来的一个产业的趋势 公司运动的状况到底是如何 如果未来你的一个产业趋势向上 公司的运营渴望持续向上 那么向上的一个股票 基本上的一个拉回 其实我想你就不必 不必太过担心 你不要看到的一个 哇 短线的一个利控的冲息 你把它卖在不甘卖的地点上 到时大涨上来 哇 你说这一堆的就先划 比如说像像冲心电也是一样 你看这档股票 我们从110一路到221 光是这样你的资产都已经翻一倍 翻一倍之后 然后短线的震荡拉回很好 因为整个的产业前景持续 看好没有改变 有拉回才有低阶上这个机会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直接划线给大盘总 我都把它的一个支撑 关卡价 它的目标价 我都把它视线射算好了 到底这一步的拉回 拉回到什么地方 又会是一个低阶减贫货的机会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 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亚力 亚力三代也是一样 你看连标六根的掌停板 事先提示一切都敢讲在前面 连标六根掌停板之后 你看价差七成超过七成 我就告诉大家不要追了 爱赚多少看你自己 波段设好田律就可以了 这就是大胸跟其他表演型专家 不同的一个地方 大胸的一个操作 我有一分寸句就说一本话 这就是我的一个原则 扎实的分析实在获利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也是我们跟其他表演型专家 不同的地方 如果你认同大胸的操作里面 跟做法也欢迎各位按赞 订阅分享开心小铃铛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影片 或者你也可以到留言 说说你的一个看法 或是你的一个 如果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你也可以直接私讯给大胸 大胸也都会情绪相挺 来解答你心中的疑惑 那么重点来了 那么最近的一个国际利控不断 那么到底台北股股票市场 会不会奔跌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不会 我想现在没有一个专家敢这么说 很多的一个专家 只会看涨收涨看跌收捷 那个绝对对你没有帮助 很多的专家一定会跟你讲 哇现在因为市场信心不足 因为现在怎么在十日线月线之下 要等到哪一天站上的一个十日线月线 哇站上去啊 然后未来才会怎么样又怎么样 总是都是在怎么样 事后在讲唐塞一大堆的理由 你在看这些的事后对你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嘛 我常说领先才是最好的投资嘛 你要知道 这一波的一个拉回 它到底是涨多的一个回档 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说这一波是进入的一个这样 空头的反弹 如果是涨多的一个回档 那么任何的一个拉回 都是你的机会 如果是进入空头的一个回档 那不如说任何反弹 都是什么 都是卖点 都是空点 看法就是这么的一个简单 那么这一波到底是涨多的一个拉回 还是空头的一个这样 空头的一个反转 很简单 这是涨多的拉回 为什么涨多的拉回 因为这一波已经大涨了4900多点 将近5000点 我之前我就跟他说过了嘛 无机之谈大涨了多少 大涨了4800点嘛 上次的无机之谈是大涨了多少 4800点 我就跟他说过 这一波的有机之谈 一定会超过无机之谈的行情 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一波大涨4900多点 是不是超过的一个无机之谈的行情 然后超过无机之谈的一个行情 这一波的一个已经累积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涨幅嘛 然后这个时候刚好有国际的利空袭来 但是这些国际利空 譬如说像美国联准会的问题 美国联准会因为通膨的一个因素 可能会延后降息 但是我问各位 他延后降息未来还是会降息 不排除可能7月或9月就会降息 那我认为应该7月降息的几率会非常的大 然后的一个台积电 他的一个法素会 他是下修的一个今年的一个半率的涨幅 但是他同时上修什么 上修AI的一个成长愿景 从2027年一路看到的一个2028年 那么甚至在5月6月随着一个AI晶片的一个缺料环节 尤其台积电现在的一个Covus 整个的一个产能 预期下半年要怎么样 今年要翻倍成长 所以AI晶片的一个缺料环节 整个的一个下半年才要怎么样 整个AI的一个出货才该开始要怎么样 翻倍的一个成长 甚至以色列跟伊朗问题 你会发现其实我相信你在假日你也看到很多的一个讯息了 那么双方都非常的自自 也认为说这个不是的一个这样 不是的一个报复行为 这是双方都非常低调 显然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 也渴望的一个这样 利空这个利空也渴望淡化 再来包括的一个NVIDIA跟美超会的一个关系 美超会中出23% 主要是因为之前他在公布财报之前都会怎么样 先会预告的一个未来财报的状况 但是你看市场就是这样往往在股市震荡的时候往往市场都会过度解读 那过度解读之后如果说整个的一个财报的一个预测的一个状况没有问题 那这些的一个下跌很快的又会怎么样 很快的又会又会涨回来 所以今年的一个整个的产业金的一个趋势 整个的一个产业持续看好的一个方向没有改变 那么没有改变 再来从就据数面的角度来看 这次从20883一路下沙下来 这波的一个下修几乎跌掉了回挡修正1500多点 将近1600点出现爆量下沙 这个重点出现爆量下沙代表很多人受不了停损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如果根据的一个量下结构 那么下挡在不论是缺口或不论是1900的一个方向 这个地方的一个支撑都非常的强劲 那么这个情况就好像什么 好像在之前当时候来到2021年4月29号的时候 当时候来到17709点 因为整个疫情互然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的股市怎么杀的 哇 瞬间下沙来到15165点 哇 下沙爆量停损卖压出容 当时大涨5000多点 所以也引花一旦市场有风吹草动 往往会引花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巨大的利益 那么下沙爆量停损卖压出容之后 你可以看到啊 随着利空淡化后来又怎么样 后来把之前的一个跌幅啊 几乎都通通的一个涨回来 不仅涨回来而且怎么样 而且续创新高 那么续创新高之后 这个还不打紧哦 续创新高之后 然后你可以看到啊 后面再经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回档的整理 这个时候回档整理 这个时候就看各国表现 然后后面再怎么样一路的一个这样 重挡走高 等于是一路震荡走高到明年 再涨上个月 所以同样的啊 这一次啊 这一个行情我可以大胆的一个这样 这个预估啊 这个礼拜经过利空的税化之后 这个礼拜可能是 今年啊 这波回档今年到下半年的一个这样 绝佳的一个这样 绝佳的一个机会 因为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随着一个下半年AI的一个让 AI的一个大出货 AI缺大的一个环节 接下来的一个 的一个行情 接下来一个真正的好戏 我讲的是各股真正的好戏 才要登场 而这个好戏 你怎么样来做掌握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 今天很多人一定会跟你讲资产营件 我觉得那个没有意思啊 很多人都只会跟你看场说场 看你说的 哇 为什么不早说 哇 今天资产营件 哇 掌停板 赶快拿出来跟你讲 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好像上礼拜五的一个重电 电线电纜一样 掌停板很多人不是拿出来跟你讲 总是事后啊 看到看涨说展 看跌说跌 我可以告诉大家 资产营件今天 今天大涨 说不定明天 又跟今天的重电 一样 电线电纜一样 今天又重做大点下来 今天大兄要跟大家讲的是 今天这些 的一个美超围 引发的一个NVIDIA 包括的一个AI股的重作 跟次产业的一个 这个电子股全面的重错 到底是危机 还是机会 是买点还是卖点 当然 双红七红这些涨太高了 所以可能它的一个修正的一个让 这个时间会拉长 包括护士达也是一样 那这些的股票修正的一个时间会拉长 但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像窗户 窗户你可以看到今天是下沙跌停 下沙跌停我敢说今天一定没有人敢拿出来跟你讲 很多人一定都是今天只会跟你讲 哇 涨了一个股票 但是就是因为今天下沙跌停 我才敢我才要拿出来跟你讲 为什么 为什么 第一个嘛 它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结构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而且整个缺料环节 从五月六月到下半年 整个的一个出货才要 才要开始大成长 那么在下半年 五月六月到下半年 整个出货要大成长 那我问各位 既然下半年整个出货要大成长 那么趁着的一个股价的下沙拉回 你怎么做 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候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地点上 420块 840 875 一路端到1475块 然后拉回来 我们再做一趟一个下沙 这次的拉回 对 我在1170块 我开始锁定 今天下沙 下沙好啊 因为什么 因为又来到了一个 我设好的一个 的一个 关卡的位置 所以今天那个下沙跌停要不要紧 我可以告诉大家不要紧 所以我 我觉得这个都是经验之谈 很多人 可能在股票市场不久 可能往往看到的一个跌停 往往会 会 会 会下一跳 会心脏受不了 这也没办法的事 那年轻人总是年轻人 但是你可以看到 大胸在股票市场上二十几年 其实这种大风大浪我都看多了 往往你最好的一个机会 往往都是在下沙的一个时候发生 你今天想要买最低 想要赚更多的钱 不趁着下沙拉回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包括的一个广台也是一样 你看我当时候买在什么地方 两百块两百一属 第一波赚到 上一波赚到两百七三 然后拉回两百四十一买 然后两百九十九全数开心 获利换口袋 我问各位 谁能够帮你做掌握啊 这些是一般的一个 一般的一个 这个年轻人能够帮你做掌握吗 很多人往往看到涨的时候 会带你去很冲动去追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 反而我们看到涨的时候 我带会面有获利换口袋 全数获利换口袋 都以兴许为证 光一档的一个广台 你看我联系的价差 将近1.5倍 现在的一个股价的下沙拉回 我可以告诉大家 拉回好啊 因为连线是向上拉 那么拉回我可以告诉大家 下半年它的一个出货 才要加速成长 下半年才是它的一个 整个云运开始要大爆花 所以趁着这一次这个拉回 这个机会你怎么来做把握 当然我现在我还没有买 我还没有买 但是我希望我带会员朋友 再度锁定 再度买回来的时候 我希望第一时间 你要能够跟上脚步 所以你今天你要跟着谁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 你如果说趁现在 这一波的一个上 这一波的一个下沙的一个拉回 你想要在现在 你的一个资产 要再翻一倍翻一倍 再翻一倍 就是要趁着现在 而不是每一次等到 哇大涨上来又创新高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才跟着市场一窝蜂 才要去做追价 你每一次都是跟着市场 哇一窝蜂才要去做追价 难怪你在这个股票市场上 你一直没办法赚到钱 反而在这个时候 你要懂得反市场的一个心态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拉回好 跌越升越好 我随时stand by 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伪创也是一样 这些都是下半年 整个这个AI的动筹器才要登场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看我133 我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然后现在股价下沙拉回 你看我们现在的一个会员 整个的一个心态都在等待 老师什么时候要买回来 这就是你我不同的一个地方 包括的一个人 包括的一个 的一个红海也是一样 他的一个投资的价值在哪边 短线的拉回到底是买还是卖 你看下档支撑一体比一体高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说161.5会是追破的一个 的一个反弹的高点 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找得很 还找得很 因为下半年真正的一个好戏才要登场 甚至包括的一个人 包括的一个检测服务的一个 的一个仪特也一样 这是我们过去带会员朋友 大赚特赚的一个股票 产业前景看望 拉回是买点还是卖点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 包括的一个红康也是一样 这些的一个股票是一体比一体高 叫做什么 叫做多头的一个趋势 这些你都了解 而且未来台积天下 从三奈米二奈米这样持续的演进 对整个检测的一个分析 未来会带来的 检测分析的一个需求应急 未来会带来的一个爆发的一个成长的大需求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反而趁着这个短线的拉回 反而是你的机会 包括美利人生也是一样 你看回这支撑 你看这种股票 难得回这支撑又是机会 那这个机会你怎么来做把握 你怎么来做把握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 你想想看嘛 就像当时候的一个双红一样嘛 173 我问各位 谁敢买 谁敢从173 286 270 300 326 一路大赚特赚上来 你人生只要把握自己的机会 把握一次一档股票 你看你的财务马上翻倍翻倍再翻倍 包括这个其佣也是一样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地点上 你看这一波这个其佣怎么涨的 当然啦这两档股票不是叫你去最高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你的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你怎么样来做把握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一个操作逻辑很简单 从产业出发成长化 当吸引人那个机会浮现的时候 只要你懂得做把握 你就能够把资产给他累积上去 你怎么样把资产给他累积上去 如果你认同大胸的一个操作理念跟做法 也欢迎各位跟我们 一起共襄胜举 今天的一个这样 利空的一个碎链的一个底部 这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 那你今天 今天想要跟着我们的找部 的一个投资朋友 黄金当股 我常说股票不用多啦 黄金当股 赚完一档再一档 55688带你一路发 趁着现在最好几位 你今天你只要加入 只要打电话进来 大家想保证 保证用最低的门槛 让你所有的愿望一次满足 只收一个月服务一整年 就是现在嘛 就是现在嘛 这个机会非常的难等 你是不是要懂得把握啊 当然我知道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可能有一些持股上问题 那如果说你有持股被套牢了 你不晓得怎么来处理或调整的话 没关系 与其你放任错误不断的扩大 不如下定决心 寻找新方法 怎么样寻找新方法 让大师兄来帮你创造新前途 怎么样帮到新前途 就是把你的一个不会涨的杂货电股 换到会涨的金平股上 一个转捏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所以各位如果你有持股上的问题 第一个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或是啊 直接透过的一个line enter 还没加入的话 这边有QR Code赶快闪网一下 直接透过line enter 直接私讯给大兄 但是记得留下你的一个姓名 跟联络电话 同时啊 最好你把你持股状况 包括章数 包括你持股成本 你把它写清楚 写清楚之后 然后大兄会亲自一对一 解答你的疑惑 如果你有任何持股上的问题 也欢迎各位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跟我们新商品专人员 来做一个恰选的动作 02-23219933 空里里山里QQ33 我们明天 上一天见哦 拜拜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作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